年轻冲动的代价会是什么 有一年17岁少年跟朋友到KTV唱歌狂欢过后 正准备离开 但是却发现自己的机车零件被偷了 怒火招来了死神 少年把汽油撒在KTV的一楼走道顶火 平白夺走13条性命 这个纵火少年早就已经出狱 但是一辈子的罪过 他都得要背在身上 还有被火烧过的大楼 已经拆除准备重建 希望摆脱伤痛 尖锐的消防名鼎声划破西门町的夜晚 凌晨2点08分 台北市汉总接快乐送KTV 简传失火 经销抵达时整栋大楼 已经被火舌攻险 当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 我们发现在侧面那个巷子 它已经一楼之口 已经有非常强烈的火在燃烧 然后正面已经有黑色熔烟冒出来 火室非常没意识之间 是不能强行进入的 所以我们的人员从二楼架这个双截梯 然后有这个三楼用挂梯 然后银银在正面升空 那后侧还有一个安全梯 我们也尽量从那个安全梯往上去做一个突扣 冰箱陆去从火场救出三十八楼 严严一严一严一严的民众 警察的是消防人员在KTV的包厢内 三楼跟五楼的地板上 发现好几个逃生不及的民众 经历的一楼电梯内更可见KTV礁石 他要坐电梯从五楼到一楼去救火 那不幸困在电梯里面 那也有人说是说他可能是知道一楼楼梯间起火 然后烟呢他从楼梯间这样子跑上来 然后他要在楼梯间灭火的时候呢 因为龙内的黑烟一直往后逼往后逼往后逼 然后往后退 然后不小心退入这个电梯间 西门町闹区知名的快乐送KTV发生大火 十三人闭丧火 经过原因确定是动火 而动火的人点火前还一直警告 我对人们说你们干嘛怕我放你烧快乐送 然后他从三楼到一楼的时候 后面多久全部的烟一直往楼梯口中上来 可以告诉我们这两天明星都是在那里 纵火事件第三天 带姓少年在家人陪同下到警局 他向警方坦承就是快乐送KTV纵火案的凶手 少年犯案时年仅17岁 似懂非懂的年纪 怎么会犯下这样的滔天大罪 14年4月16号晚上10点 带姓少年跟好友三男三女到快乐送KTV喝酒唱歌 唱到17号凌晨2点 当他下楼要骑车时 却发现机车化油器被偷了 他气得找趴车服务生理论 但服务生却完全不理他 他一气之下将汽油泼洒在一楼走到地毯上 这时想起帽子忘了拿 又上楼到包厢拿帽子 并警告服务生要放火了 要命的话赶快离开 接着点燃打火机火烧KTV 担心少年没想到 这一烧会烧死13条人命 火井大楼是六层建筑 KTV入口在二楼 包厢是三到五楼 当一楼走到起火时 火势立刻沿着出道燃烧乱窜 直呼二三楼 由于当时的电材都没有防电功能 成了火势延烧的帮凶 加上大楼外墙被巨型广告部包裹 内部温度最少有八百度 人还来不及反应火警 就被高温热气枪魂过去 重火可以讲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恶性犯罪 那通常非常恐恥的就是重火者呢 他本身他的重火动机 他一部分都不是要伤人的自然 酒后加上怒火驱使 带信少年临时起义以火泄愤 招致难以挽回的后果 但受不住良心谴责的他 回到嘉义老家 相互下贿财之一切 父亲给他两条路 一是自首 要不就自杀 妈妈那时候都被扣了 其实他们爸爸和妈妈是要吃烂会 说这样一分钟 休息一下一个人的两个 其实也是很难过的 难过的没办法就没人说过 表示我们的内心愧疚 我们恢复起大家 我们没办法做好 共和安全的维护 没办法维护社会的自然 没办法做好 各方面的教育工作 15年过去犯下纵火案的带信少年 因两次减刑在多年前出狱 他回到东石家乡养科打零工 当时的女友对他不离不弃 坚持嫁给他生了三个孩子 不只生活过得很辛苦 他后悔当年的冲动无知 坦然面对乡里的异样眼光 然而父母兄弟对他始终无法谅解 当年冲动的纵火上 年少年回到从小长大的 纯普渔村重新开始 年少青狂丢职出的一把火 带来的是烧毁13条人命 14个家庭破碎的惨痛后果 发生KTV13死国警的大楼 不久后改建重新营业 但或许是无法摆脱 快乐送大火的影响 营业没多久就歇业 今年年初整栋大楼被拆除 原只将重建变成15层高的 住伤大楼 快乐送KTV国警的记忆 随着大楼的开服 或许将渐渐被淡忘 然而这起国警 用生命换来的教训 烧亮了台湾公共安全的红灯 促进消防固的修订 营业场所必须使用防固建材 政府也更加落实消防安检 15年前这场新闻丁 暗夜无形火 带来无知伤痛和悔恨 是家属与家害者 永难抹猎的成就道理 谢谢大家 见语